三個中產黨 我們經常說會率有很多心理關口 有個心理關口是香港人關心美國人關心 因為心理關口是一對一 一對一的話我就跟他們感規那麼大 一對一給你看不起我 因為你要想想以前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的回歷是多少 我記得我小時候回大陸是一對十三、十四 十元港幣就可以唱到十三或十四元人民幣 那時候香港就是大人 自我感覺良好 還有那時候很多黑市 一去到羅湖的車站 每個都賺錢給你 十一、十二 然後你去大陸那裏賺錢 拿港幣出來 每個都是雙眼放光的 然後一路跌一路跌 好到我開始回大陸玩 就是跌穿了一旋 開始就變成九點幾旋 然後就很快就滾到八旋 然後我就變成港幣了 然後我就記得我坐的士 沒有錢 港幣給他20元港幣 原本只有10元 那個的士 秒我的司機 20元怎麼唱啊 我要為了你特意拿一張20元去唱人民幣 你是不是搞著我啊 你會被人秒 然後我就想想 因為我小時候拿一張10元港幣 那些人身份放光 去到十年後的的士司機 他秒我 這個就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事 所以關口就是港人身份 由港人變成港產的關口 由香港人特別厲害 變成港產 到現在會不會又回港 所有的士司機 就繼續跟他打拼平手 我再說一句之前 我很小時候 在銀行看到人民幣存款 人民幣很高級 人民幣當時貴入美金 當然是當時因為外匯管制 其實我認為人民幣實際的 實質的外匯掛牌價格 和真正的一個購買價格 是兩回事 例如搞病鬼 你才是甚麼 但是在1992之旅 應該是朱鎔基曾經三次 將人民幣快速貶值 本來人民幣貴的港幣很多 就一次過給了幾十% 那一刻之後人民幣才變得這麼便宜 就會見到Henry說的年代 那一刻大概在1994年左右 大概在1993、1994年左右 香港就一直升 香港的股市就一直升 而人民幣在那一刻 中國才做世界工廠 那一刻很多人都會說 亞洲金融風暴 就是因為將整個東南亞的產業 一次過搬去大陸 那一刻是造成人民幣 人民幣比港幣便宜 就是我們去到很開心很開心的時期 然後就在這裏升 然後現在再跌回 這個循環 都是我們可以見到的 那我想關口之餘 就是究竟我們前景看上去 尤其是中美貿易戰下 前一陣子 一加關稅的時候 於是乎那些廠路雖然已經有很多 很多可以走的就走了 但仍然有一些是 還在做出口生意 包括我的朋友 都是很關注人民幣的匯率 如果你再加關稅的話 是要透過這個貶值 去抵消關稅的影響 於是乎呢 當中美貿易戰 談到一直都不知道 究竟會不會再加關稅的時候 他們就很關注人民幣的匯價 會不會真是你再貶的話 你再貶的話 阿爺會不會頂 他頂的話 有兩個不同的說法 這個都值得討論的 所謂所之為頂的話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他所謂 美國有時說 你頂啊 那你就是貨幣操控國 但其實有一個說法 你不頂貨幣操控國 頂貨幣操控國 其實有一個說法 不是 其實他頂著這麼高 不然你有他自由兌換的話 他就倒下去了 這有一個說法 這就是覺得 相對覺得中國經濟不好 看淡的人 就有這些看法 現在頂啊 我幫你頂著才這麼高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不頂的話 美國都更不開心 這是其他說法 但另一個說法呢 另一個說法呢 另一個說法就是說是 喂 又是有內地的朋友跟我說的 我就是問另一個問題 喂 我做廠的朋友 又是看會再跌一些的 但是會跌多少呢 說不定 如果加關稅的話 就局主一定會跌一些了 但我問我另一個內地的朋友 說不是啊 他說你看地下錢莊 地下錢莊 雖然已經是打擊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有門路的話呢 都還是可以做到的 即是還可以走掉 即是還有水位 還有水位 但是他說呢 即是地下錢莊被人打把呢 即是 糟糕了 他說地下錢莊的價 其實那個就比較是黑市價 跟官價不是說相差太遠 如果當那個是黑市價 來看的話呢 如果不是相差太遠的話呢 另外一個看法就是 我給他 如果是自由兌換的話 阿爺不頂的話 基本上現在他頂的價 就是大概 大致上就是同一個市價 不是偏離很多 我講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那個就算好像日圓 所有那些自由兌換貨幣 他那個價格 都是一個很即時的價格 所以其實要講時間花費的問題 譬如說Yen我們再看跌 但是他有一個即時價格 所以其實 他的價格是即時價格 除了那個時間花費下去的時候 都不排除他會再跌 即是可能你那些是 明天的價格 一個月後的價格 三個月後的價格 那就不同 所以其實不是代表 只是代表他們 從實際的反應 不是相差太遠 第二就是關於一個儲備的基本理論 就是你寧願價格跌 因為事前已經發生過太多詞 就是英鎊那些 價格跌還是用儲備 這個已經在貨幣制度的時候 是不需要討論的 就是老虎保住錢 老虎不要頂 這個就是百變百變不逆的進行 因為你保住那些錢 在袋裡 你無論怎樣跌都還有得夠 你頂了之後 你就沒得夠了 我拿著這些錢 我貶50%好吃 就貶50% 我還有些錢 你一定會相信 但是如果我用了來頂的話 那就可以變靈的 所以到最後 大家都打算是要頂 是一定不頂的 因為這種做法 他反正有錢 沒錯 我又可以頂一天 你又不肯沽得那麼狼 你不知道我哪一天出來 然後反正有些錢 多數都是會用這一招 現在全部央行都會用這一招 現在全炒股票都是用這一招 我任你沽 然後過一天突然炒了30% 那你又有期望 你會買 因為永遠都有人希望賭 所以多數現在都會用這一招 但是你問會頂不頂呢 我可以這樣說 是一定不會頂 但是中國 你不能夠大家看得那麼壞 中國有幾個因素是一定要說的 即是他算是欠一下巨債 所有東西都不用 但是始終是世界第二的經濟體 兼且他是世界第五的外匯國 他的外匯無論如何 都應該是在歐元之下 日元之上 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在這幾十年內 他會在這一個因素是一路會有些自然買入 即是大家盼望他會這樣 即是他那個自然的增長數是會在這裏的 但是如果說是自由對面 當然如果是自由對面的話 當然是被美國的金融報炒來炒去 即是盼望金融 當然是益了那些 設得炒外匯的人 他們不給人炒 最後一個問題 是想問問周大師 你提到股票 人們看到的規律 就是人仔每次貶值 香港的股票也會下跌 你覺得這個關係會不會持續下去 這是第一號關係 這個關係是沒有辦法能夠避免的 我是不是要避免 因為那些股票 中國移動 那些什麼什麼銀行 什麼什麼保險 全部都是大陸股票 對這個價格升了 因為他們人民幣定價 他跌了就是他跌了 一個跌了就是他跌了 所以他的價格完全低了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 直接的關係 除非你說 可能對場實沒有影響 這個就不一定 但是那些是大陸股票 60幾%大陸股票 看數字就嚇一跳 我想是自然的現象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裏 我們都不一定會 但是我們都不一定會 生意的 我們都不一定會